中俄關係是建立在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榮和世代友好的基礎之上的 它具有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這樣一個特點 我想這也正是中俄關係得以不斷發展的生命力 你剛才提到有媒體、個別的媒體提到了東方北約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麼我想說中方一貫反對建立和擴大軍事集團 我們也反對在世界上劃分勢力範圍或者搞對立的陣營 我們倡導的是共同、綜合、合作和可持續的安全 中方也願意同世界各國一道共同努力來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世界 你提到的這個具體問題我還需要向有關部門了解 但是我們認為中方一貫是願意同有關的各國共同努力來維護國際間的正常的人員的流動 來促進人員的這種往來加深相互的了解和友好合作 但是關於非法移民問題中方的立場也是非常的明確的 我們希望同有關方面共同的合作來打擊非法移民活動 維護國際間正常和良好的人員流動的秩序 還有兩位請問